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一个正式的抱歉 致歉的行动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求农委会 要把今天这一个事情向总统报告 请总统要求三阶立刻停工 因为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要让内听政会赶快厘清征典 但是这个争点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被厘清 那这无形中等于就是纵容 默许中油继续破坏藻礁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个部分 也请农委会转支给总统 因为你说我们的窗口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这里拍桌的两个诉求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求今天马上确认下一次的会前会 下一次的会前会日期确认了 才能确认我们未来内听政会到底有没有办法 如期的召开 让大家跑到这里来 我非常的对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没有及早来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应 那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也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相关的这些长官都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做沟通 那实际上实在是真的是忙不过来 大家今天所有的媒体都在这里 也知道我们农委会最近真的实在是分身法术 那第三个就是后续的讨论的时间 我想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 会一定会再跟潘老师 还有跟大家来做后续的联络 听政的时间没有确定 但是筹备会议 前处长啊 只要开任何的筹备会议呢 都是配合环保团体的时间 他能够配合就尽量配合 所以前面的时事都是以我们的时间他配合 所以现在不是要处长你来定一个内听政会的时间 而是说因为现在开了四次筹备会议 这次取消之后就要开第五次的筹备会议 那我们就因为你如果时间现在身上没有schedule 我们潘老师我们就给他两个礼拜 如果两个礼拜内没有任何的第五次筹备会议呢 那我们就在凯道呢 在扩大的抗议会议 在开扩大的抗议行动 就这样 因为今年六月四号 和总统见面 那么我们陈主委呢 自己把这个重任揽下来 说要开沟通平台会议 那六月十八号的沟通平台会议呢 其实是各说各话 那各说各话 没有关系 陈主委很有担当 那就下一次来开内听证会 虽然不是正式的听证会 但是至少我们有很多公开的机会 可以让两兆来把各种争点厘清 让全国社会民众都可以知道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那我相信如果问题厘清了 那么大团藻礁保育就有希望 基于这几天的情势的发展 我们认为要来跟农委会拍桌抗议 那我们抗议呢有三个理由啦 第一个理由就是 蔡总统在2016年3月9号 刚当选不久 她就曾经表示 我们的政府 是由雅亮来接受 人民的批评的 如果你来跟我说 第一次我没有听到 你可以在第二次的说大声一点 如果第二次还没有听到 那么你可以来拍桌子 那么抢救大潭藻礁 我们已经大声的很多很多次了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是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要来拍桌子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农委会呢 那就是因为农委会在这一次作为 内听政会的主办单位 明明我们9月29号的会前会 已经说好了 一个礼拜前会把开会通知 发给所有的出席者 可是我们在一个礼拜前没有接到 不说 甚至上个礼拜完全没有接到 到最后协调的过程 甚至呢 不接电话 不回应我们的请问 这样的征询也不回答 到最后一刻过了 也就是上班日 星期五的五点过了 在五点半才发一个 因为他们本周有很多的美牛美猪的直询 各级主管呢 没有办法来担任所谓的主持人 所以他们说暂缓办理 可以这样对待人民吗 可以这样对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做交代吗 这个除了诚信之外 我们看到他们的行政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差的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来这里拍桌的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游三街的工程是正在进行中的 这个进行中 如果透过类听政会及早把它厘清 可能他就要停工 那农委会现在用暂缓办理 用拖拖拉拉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无形中就是纵容了 我们中游可以继续在这地方恶搞下去 浪费更大的社会成本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 但是农委会在上礼拜五下班前五点半的时候 临时通知因为主委副主委跟相关的主管 非常的业务繁忙 所以临时通知我们要暂缓取消 这个礼拜一早上本来要开的会 那其实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七条 听证的话除了由行政机关的首长 也可以担任主持人之外 也可以由首长所指定的人员担任主持人 所以听证主持人 并不是只有农委会的主委副主委或相关主管机关才可以担任 而且这次其实是本来是民间跟官方 大家有协调说民间跟官方都各自推举大家信任的主持人 而且这次是内听证会 因为政府不愿意给我们真正的听证会 所以是内听证会 做法上我们认为应该更有弹性 那我们非常的遗憾的 我们的农委会居然这么的缺乏变通 说因为这些主管主委副主委 跟相关主管都业务繁忙 所以就直接通知暂缓 而且是这么临时的通知暂缓 让我们这些长期筹备 然后非常期待一个听证会 厘清真点的民众 实际上我们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 那我们要说的是 会议虽然暂缓 但是必须要厘清的真 真点还是应该好好的厘清 尤其是我们其中像真点 就上礼拜四大家公布的真点 里面有一个是针对三间到底有没有替代方案 民间一直认为三间明明就有替代方案 那政府一直说只有这唯一的方案 那我们这个真点是有必要厘清的 不能说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公布 民间想要问政府的真点想要厘清的问题 结果政府礼拜四公布想要了解的厘清的问题 礼拜五就马上零职通知停开 到底是切站还是真的忙到没有任何的时间来继续开会 那我们想要说的是 听政会的主持人政府可以宣称没有替代方案 主委副主委相关主管机关没有空 就直接暂缓取办 但是我们认为中游三间政府一定要准备替代方案 因为民间已经提出要求三间簽职的珍爱藻礁公投 那这个我们一定会民间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最后的结果政府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一定三间一定可以干 而且我们现在针对三间相关的十九个行政主份 有六个行政诉讼正在进行中 台湾的司法是独立的 政府也没有办法保证 每一个法官都一定会判中有三间可以继续干 所以这个部分将来也是有未知数 那再来我们有三种保护区的请愿案跟申请案 但是这个政府可以掌控 我们知道过去农委会明明知道三间已经非常危险 已经面临到破坏的危机 可是一直拖延到农委会终于脱手 把整个保护区的审查 将变成海委会的任务 农委会终于脱手 这可能政府可以控制 但我们必须说三间能不能盖 有公投的变数 有行政诉讼的变数 有保护区的变数 有这么多的变数 政府不能说这是唯一方案 一定要去准备好好的认真的去面对替代方案的问题